看,这一家几口全部被杀 昏暗的案发现场内 四件的血迹 死相各异的尸体 各式的作案工具 经警方调查发现 房子外面没有任何破坏的痕迹 不像有人入室行凶 更诡异的是 在地下室内发现 一具洁白无瑕的无名女尸 扮演在图里 女尸与房子的主人没有任何关系 那她为何出现在这儿 为了查明真相 警察将尸体交给了镇上的法医父子 儿子叫奥斯丁 父亲叫汤姆 警察的突然来访 打乱了儿子与女友约会的今晚 手术台前 打开裹尸袋 映入眼帘的是 那具一丝不挂的女尸 经过检查 女尸四肢骨折各处关节静髓 指甲里满是泥毯 科尔道又十分干净 剥开眼皮 眼睛呈死灰色 只有死后几天才会如此 但尸体并没有僵质 体温反而比周围环境高 扳开嘴 舌头竟然被割断 从口腔内取出一根纤维绳 检查下体 发现里面被撕裂 有割痕 虽然身为解剖经验丰富的老师 但这情况完全出乎父子二人的意料 奥斯丁似乎感应到不祥的气息 正当他拍照取证时 女尸鼻腔内爬出一只带血的苍蝇 这种种超乎寻常的迹象 让父子二人迫切地想要寻求答案 开始解剖 可当汤米提到相向之时 无碍雷声大作 手术灯不停闪烁 收音机嘻嘻嘻传来诡异的歌声 顾步了那么多 汤米熟练地划开女尸的胸腔 一顿操作猛如虎 汤米直接取下女尸的内部 开始检查内脏 发现女尸的肺部严重黑化 贾斯丁说道 而汤米却表示 他推测这样的肺部损伤了 身体起码得三成熟 可女尸外表却完好无所 这就像你脑子里有颗子弹 脑壳却没有动一样无法解释 检查继续 汤米取出女尸的心脏 上面布满伤痕 低头一看 不只是心脏 其他脏器也是如此 二人分析之时 解剖室门外传来一响 解剖室内 一具女尸 肺部严重发黑 心脏满是伤痕 内脏多处受损 如此严重的内伤 本该血肉模糊的躯体 却完好无缺 甚至可以用洁白如玉来形容 作为法医的父子二人 为了寻找答案 正在解剖这诡异的女尸 突然门外传来一响 贾斯丁前去查看 推开门 在楼道内搜寻 突然他发现楼道拐角处的反光镜上 映射一个人影 贾斯丁顿绝后背发凉 大气胆子往前躲步 一拐角 却发现什么也没有 难道自己老眼昏花了 循着声音 他来到一处杂物间 通风管道内呜呜作响 贾斯丁架起板凳查看 突然一只黑影窜过 吓得他跌倒在地 这时汤米赶到 再次查看 发现刚刚还活蹦乱跳的小猫 竟离奇地死在了管道内 回到解剖室 汤米划开女尸的胃 从中取出一朵花 查阅书籍 是一朵紫曼陀罗 此时外面雷声隆隆 收音机播报 贾斯丁感觉不妙 可警长下了死命令 今晚就要结果 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工作 在女尸位内又有新的发现 一块印有图案的麻布 裹着女尸的一颗牙 这图案像是某种符文 父子二人推测 这是某种宗教仪式 女尸可能就是祭品 外面的雷声还在持续 收音机再次响起 贾斯丁开始慌张 在诡异的歌声中 汤米包开女尸的皮 皮内有一幅更大的符文 突然解剖式的门自动关上 手术灯碰碰碰一次爆掉 陷入一片黑暗 汤米打开手电 随着灯光所及 发现冷藏柜里的 其他尸体都不见了 父子二人赶紧开溜 发现电梯坏了 走楼梯 雷声中夹着一声巨响 屋前的老梧桐树倒了 压住了出口 父子二人只得返回办公室 打电话报警 汤米无奈地挂掉电话 二人对视一眼 突然门外传来 叮叮叮的铃铛声 铃铛是套在尸体脚上 做标记用的 贾斯丁趴在地上 往门缝里描 紧接着就是一阵 急促的敲门 二人拼死地 门外恢复平静后 父子二人再次返回解剖室 女士还好好的 躺在手术台上 刚刚从女士身体里 取出的东西 却已全部腐烂 而女尸体内的却往好不出 二人决定将它火化 突然解剖室的门 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反锁 贾斯丁用斧头 劈开一道缝 往外看 这名法医疯狂地往 手术台上正在被解剖的女尸 泼不明液体 一根火柴 竟点燃了尸体 火势欲大 解剖室内瞬间火光冲天 可灭火之后 女尸却往好无损 没有一点灼烧的痕迹 如此超自然的现象 惊呆父子二人 拔腿就逃 可电梯坏在了半岛 昏暗的楼道内 又传来叮叮叮的铃铛声 随着灯光的闪烁 一个四人四鬼的怪物 逐渐靠近 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汤米双手持斧 朝着怪物就是一斧 怪物应声倒下 可丁静一看 这竟然是贾斯丁的女友爱吗 贾斯丁痛苦地哀嚎着 汤米内疚不已 怪事接二连三地发生 二人决心将女尸调查清楚 再次返回解剖室 划开女尸的头皮 掀开她的头盖骨 一个完整的大脑出现在眼前 取下一块 放在显微镜下观察 这个已经被开膛破度 放火焚烧的女尸 大脑细胞竟然还活着 也就是说整个过程 女尸都能感觉到 结果再次令二人震惊 这已经不是科学能解释的东西了 现在唯一的线索 是从女尸位里取出来的麻布 汤米把上面的字符组合 竟发现是 汤米赶紧查阅此书 女尸的由来逐渐浮出水面 她来自1693年 在猎物运动中 无辜的她被当成女巫 举行一事折磨而死 而现在 女尸要复仇 要把她所承受的一切痛苦 转嫁到别人身上 此时汤米的皮肤下 隐隐约约出现神秘的符纹 紧接着她的手脚直接折断 口中吐出一股白烟 而手术台上的女尸 手脚关节全都复原 被剖开的肚子自动缝合 血液回流 死灰的眼睛也变成了黑色 汤米痛苦不堪 恳求儿子一刀了结自己 一切似乎都恢复平静 解剖室的灯重新亮起 收音机里传来欢快的音乐 贾斯丁听到屋外警察的呼喊 起身朝出口走去 门依旧打不开 警察的呼喊逐渐转变为 诡异的歌声 贾斯丁瞬间明白 女尸的复仇还在继续 回头一看 他被吓得跌倒了 摔死 第二天警察出现 收音机里传来 昨晚根本没有下暴雨 屋外的梧桐树也没有倒 屋内只有父子二人的尸体 儿子女友根本没有出现 那些复活的尸体依旧在冰柜里 汤米的尸体除了胸口的那一刀 没有任何外伤 而女尸依旧洁白无瑕 静静地躺在手术台上 警察决定把女尸送走 运送途中 那诡异的歌声再次响起 女尸的复仇仍在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